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办人拿督私立蔡志全 妻子罗秀梅与袜子供应商 及新建昌有限公司的三名董事今天被控 五人皆不认罪 获准个别以一万令吉保释外出候审 57岁蔡志全与53岁的罗秀梅是KK连锁便利店的董事 两人在刑事法典第298条文下被控 根据控状 身为KK集团董事的蔡志全和罗秀梅在2024年3月13日清晨6時30分 在双威镇的KK便利店销售展示架 展示印有真主字眼的袜子 并被32岁的里扎阿尔央迪目睹 构成蓄意伤害穆斯林感受的罪名 抵出刑事法典第298项条文 及蓄意透过言语伤害他人宗教情感 可在该条文下被定罪 新建昌公司的三名董事也一同被控 他们是吴立会 苏惠山与苏正发 他们是在刑事法典第109条文 及教唆犯罪的罪名下被控 他们的控状也与刑事法典第298条文同读 KK集团创办人兼执行主席蔡志全的代表律师拉斯帕辛在休庭后指出 辩方认为这宗案件没有必要提控 但既然控方和警方执意提控 辩方有信心打赢官司 他说 当事人不应该被提控 但将一切交由法官进行全面审讯后做出裁决 授寻及此提控是否具有政治动机 拉斯帕辛说不便回应 并只无法读取空方心思 同样是KK话风波 从一开始就盯着这个课题不放的乌清团团长阿克马声称 他接到死亡恐吓 不过他并不惧怕 他将继续坚持其本身的立场 同时也将报警 以保护其家人的安全 阿克马是于金武三十许通过其脸书指出 本身接到死亡恐吓 但是他依然不会动摇半分 继续坚持本身的立场 针对斯特亚大学建筑系讲师达祖丁拉教授指他号召杯葛KK便利店行动 犹如恶霸行为的言论 阿克马今日也通过其脸书做出反击 并质疑打阻定是否能够区分恶霸及捍卫者 阿克马说 受到有关袜子侮辱的马来西亚穆斯林并不像有关大亨们般富有极强大 他声称本身有必须维护的人民 而并非要照顾的大亨 换个焦点 公正党英特拉加洋暗州议员颜爱玲的车子停放在住家庭院 遭身份不明的摩多骑士凌晨用砖砸破车禁一案 警方事后已逮捕一名男子协助调查 根据马兴社报道 波州嘉阳警区主任尤沙里夫丁表示 警方于昨午四时在嫌犯的工作地点 及一间摩多修理厂逮捕这名35岁嫌犯 他透露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427条文调查此案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 被捕的摩多修理员在犯案前 经常拨电话通过WhatsApp骚扰颜爱玲 不过目前还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 警方今早将嫌犯35岁押往嘉阳法庭 获得推示诺杀欠答批准严扣4天至29日 在刑事法典第427蓄意破坏条文下注查 来关注主要数据库的进展 经济部长拉菲兹说 主要数据库的安全功能符合国际标准 他也首次透露系统内的个资拥有加密功能 拉菲兹说 他之前不曾提及 其实主要数据库底下登记的每一项资料都是加密的 意思是 即使有人成功害入病下载文件 他们所取得的文件需要解密 他说 尽管上述系统每天遭遇于200万次的骇客攻击 但皆成功阻截且未曾被入侵 根据政府的记录 大部分的骇客攻击都是来自外国 或者是认为的高风险位置 针对POD的系统安全问题 拉菲兹说 这个系统的开发团队以国家数码局为首 与数个管理网安和国家各自的机构保持密切合作 包括政府首席安全办公室 国家网安机构等 截至昨天 登记的18岁以上国人高达809万3336人 占国民总数36.8% 现在距离登记截止日期 剩下6天 拉菲兹估计在3月31日当天 有望取得接近50%的登记率 换则新闻 积极参与竞选盟街头集会的安妮婆婆黄秀兰 昨天试试 竞选盟今日在脸书专页发布这项消息 帖文说 很遗憾告诉大家 被大马人亲切称为竞选盟阿姨黄秀兰已经离世 黄秀兰曾是一名英语教师 并在2009年7月2日上街参与竞选盟游行时 因遭到催泪瓦斯和水枪袭击 照片在社媒传开后 而闻名安妮婆婆在二度参加集会时 身穿亮黄色上衣 手持白橘 在同善医院外被充满化学物质的水晶师的画面 是集会的标志性象征 根据黄秀兰的女儿贴文 黄秀兰是在24日进入加护病房 并于25日下午六时离世 享年78岁 她说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但她一直不想要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黄丽兰要自由 因此家人会安排将遗体会送回家 这节新闻给您播报到这 感谢收看 我们下回见